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 我是 胡继坤师兄 那在此 为各位分享 社区课程 为Bellable.com 的数位语音后制 那今天 举例 用词记的网站 上任开始的网页来后制数位语音 好 接下来由后学来示范给各位 首先进入到词记网站 然后我们点选 Google Google用 然后进去之后 那登打词记网站的网页 Google用词记的网页 TZU CHI ORG TW Enter 好 出现词记网站之后 在词记网站的首页 好首页 点选首页之后 出现的 左侧 这一块 有图示的 好这就是 这个9月9号 上任开始 好 的内容 那 滑鼠 移向他 滑鼠左键 点选他一次 好 点选了之后 即将会出现 好目前的这个 网页 那首先 各位 可以先 把它复制 这个 主题栽样 好复制了之后 我们打开 Belefone card 滑鼠移向他 滑鼠左键 点选他两次 好 进入到网页 进入到 工具软体之后 我们将刚刚的复制 把它贴上 好 贴上主题 主标题 然后 接下来 我们 在网 网页里面 来看 我们从 9月9号 阵营上的 关度 行脚 开始 一直到 最后 感恩 然后 惊叹号 然后 把它标示起来 标示了之后 按滑鼠右键 点选 复制 复制 好 复制好了之后 我们在这一个 按 滑鼠右键 贴上 好 这就是目前 我们在 这个 Belefone card 的 编辑 编辑区 来做 文字上的 剪贴 好 接下来 我们来 听听看 他的 这个 朗读的 发音 我们 一向停止 这就是目前 所看到的 这个 语音发音的内容 那 此时 我们不需要 从头到尾 朗读 到结束 我们就直接按 储存 音 档 点选他 点选了之后 那 假设我目前 储存在桌面 然后 我就将 桌面上的 档案 打成 20 2015 0909 点 np3 然后储存 此时他会在 储存 这个声音档 储存 后的 储存 之后 我们 完成了 语音 数位语音 好我们点选桌面上的 这个 档案 我们再听听看 好了之后 接下来在 电脑PC上 好那 各位可以安装 LINE的 PC版 好那后学点选LINE的 这个 系统 进去LINE的群组之后 我们将刚刚的 声音档 传送到 里头 来分享给 群组 目前 那后学点选 后学的另外一支ID LINE 好点选了之后 然后呢 在这里面 我们在 左边有一个加号 直接点选加号 选择声音档 好这边有一个选择声音档 好 我们回上一页 再回上一页 然后在桌面 刚刚储存在桌面 桌面上有一个MP3 我们把它点选之后 好 我们点选之后 上头会打 勾勾 我们再示范一次 声音档 然后 在目前来看 这里没有 我们点选它 在右上角会有个勾勾 不点选的时候勾勾不见 就是这个意思 进来之后 当它传送到100%之后就完成了 完成了之后呢 我们紧接着可以播放 试听看看 再点选一次 就可以暂停了 那这就是 如何将 每一天的上人开示 后置成为影音档案 传送给社区的把清 让在有空的时候 可以聆听上人开示 好 以上的分享 感恩各位聆听 感恩大家 用尊重心对待 不分别他你我 和邪知小爱 尊重成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